以上限定價格市值是去到400多億 如果這隻股的對標其實就是美股的ISRG 它都是做一些即是叫做手術機械人 即是手術的醫療器下一個高端一點的東西 你見到ISRG近來都好像有點調整 跟著美股調整而它的股值也相對比較貴 例如美股的位置是1200億市值的股份 1200億美元市值比較貴 而微創機械人本身如果你看到臨場的進度 其實這些產品譬如骨科手術 譬如全膝關節的支援術 那些器械和腹腔的設備 基本上已經去到註冊申請 但是未推出 基本上高端質素都是高 但是它是因為它未有產品 真的推出了市場 所以其實它暫時是一點收入都沒有 市場那個手術機械人的增長其實都會是快 但是如果再對比起 譬如現在你抽一隻 現在完全沒有收入 市值要成幾百億的B仔股的話 我又覺得其實你最多都是可以選擇一下 小柱媽才能抽 譬如你好像譬如6160 即八濟神州那樣 其實已經有幾隻藥出來 譬如療效或者它 甚至乎它那個藥 本身在它那個界別來說 已經算是去到最好層次的話 市場就會特別受歡迎 但是如果譬如說這些 譬如它的產品都只是準備去推出 市場暫時我估計是有點失望的 暫時就未去到值得大手抽的時候 那個孖展的認購情況 大概就是現在都是十多倍了 估計其實那個公開發售 都會有機會是幾十倍 但是我暫時就覺得 落飛就不需要太勇進轉 因為對於這個孖市場一來都未很熱 和叫做一些醫療器械股 其實大家也都不是說太過 太過喜歡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你可以考慮現金 或者很少量的孖展就行了 因為它本身是獨特 和它的質素算是比較高的